好了 亲爱的孩子们 是不是历二历三又做嘚瑟了 老师再干嘛这不算个事 就这个这么客气 你有本事就从头最到尾 咱们大概就六七道题的样子 你有本事你就从头最到尾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简单的四则混合 那不用问 是吧 加件乘除先算乘除 有括号先算括号 从小学几年级 二年级是不是老师就告诉你这事了 来吧 来吧 兄兄 第一个 先算小括号里进行通分 二分之一相当于 你最好在旁边一写 相当于六分之三 所以就是十二分之一去除以括号里边 六分之二乘以三 然后就完了 对吧 十二分之一除以通过约分 哦吼 哦吼 十一啊 不是没了 是十二分之一 对吧 下一个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慢慢来了 是吧 老百姓不怕辛苦 我们不怕麻烦 你要怕麻烦这就傻了 看好了 到了啊 下一个 继续到 二十五分之 三十九 对吧 来 约个分号 继续约个分号 除以二 这还剩七 这还剩二 七分之十 减去七分之二 那还剩七分之十 后面还有一个二十五分之四十九 对吧 约个分号 继续约个分号 来 那这样的话相当于五分之十四 我来这瞧一点啊 有个人老纠结这个问题了 老师五分之十四要不要化成带分数 其实没关系 只要你能够保留是最减分数 至于是带是减啊 这个不重要啊 除非他题目当中说 你必须保留带分数 或者你必须保留假分数 除非他题目当中明确说出啊 要不然的话 你保留带分数也行 保留假分数也可以 但必须是最减啊 这点你要注意 好 这个结束了吧 下一个 立题第二题啊 我跟你讲 就是啊 让你先上个甜点 是吧 先让你开个胃 你别高兴太早啊 我来看一下第二题 嗯 这这也没少对不对 这也没少啊 来 这个写成四分之三 乘以六分之五 加上四分之三 乘以 这是多少 六分之七 减去四分之一 对吧 哎呀 哎呀 只要你眼神没什么太大问题 你就瞅见谁了 瞅一瞅 瞧一瞧 看一看来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是不是可以提光纤数啊 那就应该等于 四分之三 乘以括号里边 六分之五 加上 六分之七 减去 四分之一 六分之五 六分之七 六分之十二 六分之十二的话 那也就是二 四分之三 乘以二 减去 四分之一 对吧 好 嗯 别约分了啊 你直接把它乘上去就行了 因为它后面是不是也是四啊 相当于四分之六 四分之六 减去四分之一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四分之五啊 以上那就是国手了 九十五对吧 哦耶 又九十五了 哎 热爱的分配率来了 破口里边 三点八加上六点二 三点八加六点二是几啊 老师不知道啊 老师老师老师是知道的 你是知不知道的 啊 九五零是不是出来了 哦耶 啊 来 问一下这里边的考点是什么 考察是什么 哎 考察的是分配率 对吧 A乘B加上A乘C等于A乘阔弧里边 B加C 六年级了 如果你这个再不知道的话 我要签呢 哎 你就直接打回年级再学一遍吧 哈哈哈哈 好 看一下啊 呃 不会的该计计啊 你做错同学啊 你要记住了啊 我们到了高年级之后呢 咱们呃 在计算的时候啊 十之八九 混合计算里边都会靠到分配率啊 你就记住这一点啊 一看到这个混合运算 你就要向分配率那边去靠拢 想方思法看一看 它这里边到底有没有这个公因因素 好嘞 好 这是我们的立体第二题啊 来了 来了 高手了 例三 读这题 读哪呢 分数减算 哈哈哈哈 哎 这道题好像前面降工 来 自己算啊 呵呵 答 呵呵 咋样 老师不咋样 用算的 没算完 哈哈哈哈 我太了解你们了啊 我们先来捋两件事情 好吧 先来捋两件事情啊 第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在成除法里边啊 分数的成除法里边 是讨厌代分数的 对吧 啊 这个代分数必须画假分数 啊 这个没有问题吧 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 咱们的分配率 成法是有分配率的啊 括弧里边 B加C 是吧 应该等于A成B 加上A成C 这个没问题啊 然后除法里边 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啊 我说啊 是除法里边有个类似的 除法里边能分配的是谁啊 能分配的只能是什么 被除除 被除除可以 只有这个啊 只有这个 你一定要牢记了啊 一定要把他记牢的 只有这个啊 出法里边啊 然后这个题 这个题我相信大部分同学 第一题啊 你在做的时候 都是用的什么方法 是不是都是将这个东西 进行了一个代分数 转成了假分数 然后再找他的 你做啥来着 找他的那个倒数 一般同学是不是都这样做的 好 除了这样做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也有 是吧 但是你 但是你不要乱做啊 我给这些提醒你 你不要乱做啊 你别上了咔嚓锅 一个分配率啊 那不对啊 能分配的只能是啊 被除除 对吧 能分配的只能是被除除啊 所以这个地方 不能用分配率啊 虽然不能用分配率 但是我们在学 计算的时候 是不是学过一个东西 叫做 被除除除除除同时 乘以或除以同一个数 相不变 对不对 是 啥意思呢 啥意思你是明白 但是你不会用是真的 这里边的数 是不是都是22的倍数 对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它是被除数 它是除数 被除数除以22 对吧 然后是除数 除以22 对吧 被除数除数同时对相同的数 伤肯定不变 这个等于一 关键是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呢 来 你看啊 咱们先不管别的啊 先看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是一个代分数 对吧 这个代分数 是不是可以拆成这种形式 是不是可以拆成22 加上23分之22的形式 它可以拆成这种形式 又是这个地方这一块 那它是不是就可以分配进去 对吧 一旦分配进去的话 那这个括弧里边 是不是可以认为是22除以22 加上23分之22除以22 对吧 同意的点个赞 好 同意是吧 那同意 咱们再继续后看啊 前面那块呢 前面那块你先别管 前面那块是一除 是吧 括号里边 一加上 这个是什么 除以22 这个除以22 我觉得都不用想了 这个直接分子去除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23分之22 22小份 除以22 那不就23分之1小份吗 呵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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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44 出来聊 答案44 出来聊 好 这是这道题啊 我用的是这个方法 用到的是相不变的性质 对吧 用到相不变的性质啊 如果你觉得说老师 我真的不太好理解相不变的性质 那行啊 那你理解不了啊 你就暂时不要用相不变的性质 也可以啊 你用你原来的那个带分数 画假分数那种方式去做 我觉得也没问题 好吧 好 这是这个啊 看一看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 有问题 按赞停自己计计啊 没问题 第二个 快出啊 第二个 你最起码硬算 肯定能算得出来吧 但是除了硬算之外呢 呵呵 别看我 看企业自己想 除了硬算之外 有没有别的办法 想出来了吗 没有啊 你要说没有的话 那就太不好意思了 答案都在黑网上写着呢 这个地方除的是七分之八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七分之一 这个地方是六十五啊 这个你你你 凭你的速感 你觉得你想要谁 你觉得六十五跟你关系好吗 不太好 对吧 因为你这地方 你一旦倒过来之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八分之七啊 对吧 那地方是不是就八分之七啊 乘以八分之七 你为了约分的话 你喜欢 你想要谁 哎 你要是八的倍数多好 对不对 六十五八的倍数 哎 六十四嘛 所以第二题你可以拆成啊 哎 六十四加上一有七分之一 乘以八分之七 对吧 然后乘法分配率 一分配 和合答 六十四乘以八分之七 然后加上这个是代分数 是不是就是七分之八 乘以八分之七 对吧 好 进行约分 八八六十四 七八五十六 欧夜 再加上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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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没了 你要再敢跟我说没了 啊 我就夸他 冲过去 是吧 嘯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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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嘯 独身闯入 是什么案件啊 是一 是这个吧 希望我没做错 是吧 托老师要做错了 你就冲进来 对着托老师 嘯嘯嘯嘯嘯嘯嘯 丢死人了 是吧 记吧 目的 约分 为了约分 凑了个六十四 对吧 方法 记一起 好了